四平保卫战是一场从政治到战略再到战役战术 我们几乎全都输掉的战役 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从上而下地聊聊 政治上在争取什么 战略上林彪和杜玉明的solo到底是哪里起差一招 战役战术中哪些地方出了bug 不同于其他战役只是战场上的血雨腥风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背景 让美苏国共的高层都处于摒弃联系的气氛中 首先要明确 1945年中国的事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说了算 他们是当时的法定政府 国际上的事美苏英说了算 这哥三商量好的事其他任何国家没有资格反驳 他们不但充当国际警察 还是最为权威的地球法官 美国为了请苏联出山打日本 把外蒙古独立 中国把库业岛给苏联 把大连港租借给苏联使用 等条款写在了一纸协定上 史称亚尔塔协定 其实这份协议在签署前 蒋介石是有小道消息的 但他没做任何反抗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能说老蒋是被迫接受 他的默许纵容了他国毫无忌惮的算计中国 老蒋之所以默许 是因为他巴不得快点有人帮他赶走日本 他虽然囤兵524万 但这些人都被他藏在了西南和西北 这些人是他用来安内用的 让外他不擅长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 苏军出兵 打跑了东北地区的小日本 1945年8月14号 日本在忙着无条件投降 苏军的司令部内更忙 因为明天日本就要投降了 苏联要在日本投降前跟中国签订一份协议 协议内容就是把之前亚尔塔协定上 与中国有关的条款落实成白纸黑字 并让中国签字 这张纸便是中苏友好条约 为了让蒋介石不至于被百姓的唾沫给严死 条约中规定 苏军只在东北待三个月 老蒋当时天真的认为 这一条是他最后的颜面 殊不知这一条恰恰是皇帝的新衣 可以说四平保卫战的起因就埋在这条约定中 次日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随着日本的退出 国民党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军十万大军闯关东 很快便在东北全域建立了根据地 而他们的兵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这里埋个小故事 一会儿讲杜玉明悲催的海上一日游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11月14号 苏军约定撤离东北的日子 可国军还在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山海关 苏联顾及他在美国那儿的外交面子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照国军这速度牛年马月才能到哈尔滨 于是要求我军别在铁路周围活动了 赶紧让国军过来接受城市 他们着急回国 同时要求我军全部退出沈阳 长春 哈尔滨等大城市 不要在他们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 节外生枝 11月20号 刘少奇赴殿 既然如此 我们服从 大城市就让国军去接受吧 大失所趋 我军调整了东北的战略部署 叫做让开大陆 占领两乡 也就是东北版的农村包围城市 国民党那边的处境 好像有蚂蚁在身上爬 老蒋非常清楚 东北的情况 他上午接收 下午苏军撤离 晚上没准就得被我军给团灭了 所以他跟苏联商量 哥们 你也知道东北的情况 能不能晚走几天 再给我点时间 就这样 苏联第一次同意了推迟撤军 把日期定在了一个多月后的 1946年1月3号 为啥说是第一次呢 因为蒋介石又开始耍心眼了 跟壤外必先安内的思维一样 在白崇喜的建议下 老蒋认为 欲接管东北 必先稳固华北 不然隔着华北占领了东北 这无后方作战 总让他觉得 屁股后边要挨刀子 所以他每天微操 北平 天津 保定 徐州 济南 甚至连睡觉都在想 华北的事情 东北那块 交给了他的得意弟子杜于明 他的心思是 能打下来当然好 打不下来 不还有苏联 把我们看着的吗 最坏的结果 不也还是去接管城市吗 所以就算最坏的结果 那也不是最糟糕的结果 可是 他的算盘 少算了一颗算猪 那就是他的榜一大哥 美国 美国天天给他送装备 结果连接管东北 这么简单的事 他都磨磨叽叽办不了 于是 美国不干了 敢情你在这 跟我玩一脚 才两只船呢 然后要断了自军援 老蒋一看 完了 榜一大哥生气了 可比榜一大哥生气 更严重的 是他被榜二苏联给坑了 这里就要引出 刚才埋下的那个小故事 这期接着讲四平保卫战 有人说 这是中国最会打仗的人 打得最难看的一仗 也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明知是逆势 还非要跟敌人硬港 今天就讲讲 老蒋的骚操作 以及为啥四平保卫战 非打不可 话说 1945年 派谁去苏军手中 接管东北地区 对于老蒋来说 比奥数还难 他最开始想派 何祝国去 可何祝国 是东北军的重要将领 他担心放虎归山 何祝国成为第二个张学良 想想还是算了 不能让他去 又想派何应亲去 可何应亲生病 不去 还想过关林争 但已经在东北的熊世辉 跟他不合 他来我就走那种 最后蒋介石 只能把杜玉明派了过去 出发前 杜玉明非常担心 东北的条件 听说那里有 十多万共产党的军队 苏联一向 跟共产党关系不错 我过去不会成了饺子馅吧 为此 他专程从重庆 飞到了南京 拜访何应亲 何应亲说 东北的事情啊 具体我不知道 但听说非常头疼 哎 你没听说老蒋让我去东北 我生病了吗 他这下更加忐忑了 立即飞往了上海 拜访美第七舰队司令 金开德 金开德表示 我们有运输船 有登陆舰 我可以帮你运兵 杜玉明这才稍微放下点心 他又立即飞往了长春 去拜访苏联统帅 马林诺夫斯基 问问能不能在迎口登陆 苏联表示 可以啊 你运呗 杜玉明一刻都没有停留 立即飞回了重庆 跟蒋介石汇报喜讯 我已经打通好了各个环节 给我兵吧 蒋介石说 十三军在秦皇岛 五十二军正在从越南往回撤 你现在就去按你的计划开始行动 然后他又立即飞往了秦皇岛 不是哥们 咱打个电话不行吗 公费出差算是被玩明白了 他兴高采烈的来到了秦皇岛 把十三军领到了美国的舰船上 驶向了迎口 可当他们到这了以后 发现苏军给撤了 岸边全是共产党的军队 哎呦 这可给他气口呛 然后他问苏军几个意思啊 能不能让这些共军撤走啊 苏联的答复是 不好意思啊 我们已经撤军了 还有啊 共产党的军队是你们内政问题 我管不了 哎呦气口呛 杜玉明并不知道岸上的八路军 只有六千来人 武器也相当的简陋 如果他们抢探登陆 是扛不住舰炮两三下的 杜玉明没有下令的另一个原因是 此时的十三军 虽然跟他同坐一艘船 但他没有指挥权 没有何应亲的命令 你自己抢探去吧 然后他给老蒋打电话 给我十个军 我要在营口或者葫芦岛抢探登陆 老蒋说 一个军都没有 我最多把十三和五十二军的指挥权拨给你 你带着他们回山海关 打穿陆路去吧 这边有了刚才咱们说的 为什么苏联都要撤军了 国民党还在大战山海关 回到今天话题 国民政府被榜二苏联给坑了 榜一大哥也因为他迟迟不能接管东北 要断他的军援 蒋介石只能又开始两头求情 这边派人去跟苏联商量 能不能再晚走些时日 苏联当然同意啊 他时间越多拆的工厂就越多 搬回苏联的东西也就越多 就这样苏联第二次推迟了撤军 另一边他跟美国说 我在东北搞一个门户开放政策 这样你的势力也能进去 此前美国多次窜逗蒋介石 把东北搞成美苏英中四国共管模式 由于老蒋担心被国人的口水给淹死 所以他一直没同意 现在为了讨好美国 就打了个门户开放政策的擦边球来讨好美国 可是这个提议直接刺激了苏联 那你美国的手想伸到我的家门口肯定是不行 于是说 东北的胜利我们功不可没 所以东北的产业我全部都要占大股东 那美国不乐意了 他公布了 雅尔坦蜜月中 苏联从东北夺取了多么惊人的好处 哎呦气够呛 还有更够呛的 有个叫莫广城的人 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逃兵 还有个张新夫 是国民政府的官员 张新夫从苏军手中接管辅顺煤矿时 被莫广城暗杀了 他身中十八刀 当场毙命 随行人员也全部遇难 因此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 这两起事件 直接导致苏联强退东亚服 不 比强退还快 简直就是闪退 他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 不等到约定的日期 直接就撤了 但却把撤军的决定 告诉给了我军 同时表态 只要我们走了 你们爱去哪就去哪 那是你们自己的内政 当时老蒋的部队 仅仅占领了沈阳 张武 锦州一带 而东北民主联军 数月来囤的几十万大军 几乎是碾着苏军的后脚跟 占领了其余所有地方 AO气过枪 老蒋无视一切停战协定 与和平约定 向东北大规模增兵 并要求杜一鸣尽快拿出点成绩来 国军第一个战略目标 长春 沈阳到长春的路上 有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他的名字叫四平 而我军 当然不会放弃战略为止 一味的退让 只会让国军蚕食我们 最终吞掉我们 一味的退让 换不来和平 和平是争取来的 和平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在一打错谈的背景下 我军下令 不惜重大伤亡 求得大胜 以利谈判与将来 甚至连伤亡的数字都准备好了 两万人 四平保卫战即将打响